每次说我坏话 你们老是讲这些话 我每次我都晚上哭 今天烤肉了 你们说天天我整鱼看腻了 我不换点新花样 老是说这样 终于换了件衣服 不好意思我还没换 还是一样的衣服 只加了多加了个外套而已 老是这个样子吗 老是黑来黑去的 不管怎么做 我都是错的 我都搞不懂 你们为什么对我的恶意这么大 那其他人你们都不说 为什么偏偏这样去说我 谢谢谢谢香香姐 是香香姐吗 谢谢你给小孩送信息 你们要喜欢招招歌姐们 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送个新一点 再就可以了 不要受小的大刘 你们受小的大刘也破费了 老是说这说那 我都搞不懂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瞎说呢 一个农村小女孩 对不对 你们怎么老是讲这样的话 我做错什么了吗 一天天说 说这话 大爷还没来 老是讲大爷什么的 我是河南人 我来自河南今年快22岁了 你们老是想这样的话 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很过分吗 我我是河南人 我们那边又很冷 老是逼我去洗澡 我都搞不懂 我真的很脏吗 一天天的什么野人啊 你们告诉我什么是野人 什么是野人吗 天天一天都只会这个样子 我是野人 我跟你们长得一模一样啊 我跟你们 你们两只眼睛 我也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多长一个什么 你们老是说 跟我 为什么把我当成异类去看呢 每次都过来嘲笑我 就排的对的就嘲笑 一天一天呢 再这么小过分 哥姐们 你们担心我冷 我不冷哈 因为我从小 我家就重视十级亩地 我不冷 就每天就干农活冬天的时候 然后穿着太厚的话 你们也知道干不成农活的 所以说我穿的薄一点 我不冷 你们不要像小赵一样哈 不要像我一样 老是说这种话 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呢 我都搞不懂 到底到底该怎么做 你们才会满意 怎么做吗 你们跟我说 谢谢你们给小赵送的信息 不要给小赵送大流哈 你们要选招给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对一人受克西点赞就可以了 一人对着皮肤一人点个十下赞 我就特别开心了 我来这个农村小女孩 我今天买的肉怎么就是臭的了吗 我做什么都是臭的 你们这些小黑粉 谢谢利哥 咱们给我加利哥点点关注给我绑一 你们告诉我 你们喜欢闻什么味才不臭 我就是臭的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那你们喜欢闻什么味吗 我臭我臭的 你是 你看我直播 你是把你的袜子 一个星期没换的 铁打的袜子是当 我臭 天天这样去 胡乱乱去照耀 一个小女孩 这样对吗 我都搞不懂了吗 我要在古代 你们是不是都要进我猪笼了 我做错什么事 我又没有偷人 我又没有偷星 怎么到你们眼里 我比古代偷星的那种女孩子进猪笼还可怕 谢谢送我墨镜 不要给小赵送大流话 因为送个新铁点 再就可以网络一点卡 是不是 不要送给小赵大流话 就给小赵点个免费的乱说个新铁 再就可以了 老是讲这样 我都搞不懂 一天天的老是这样的 骂骂 妈呀 我的宝贝来了 我宝贝 你再给我刷我就 我就贪了呀 我的妈 你怎么又给我刷了呀 别人都说你给我刷了 我刷里面墙都刷进去了 四个月 你怎么又给我刷了呢 你们要喜欢招 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 说个新铁点再就可以了 不要说小赵大流话 说大流话也都破坏了 谢谢马哈 咱们给钱包再点点关注 我的天眼啊 你咋又给我送这么多吗 谢谢我宝贝 谢谢我baby 你们老是说叫一个老老头叫baby老宝贝的 但是我私底下没有叫人家小甜心什么则对不对 老是讲这样的话 我至少怎么样说你们也都听见了对不对 妈 一一 我的老天爷妈 妈 我的 妈呀 这头套咋又戴上了 这个头套 这个凤冠侠配怎么又让我戴上了 我的baby 我的宝贝 我的老baby 这怎么又戴头上了这 我的天呐 你再给我刷我都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这么喜欢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的妈呀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 妈 一我这还没有开始做下 你又给我刷 我的天呐 你怎么刷这么些 我是复读记吗 那大哥 那一直 我baby一直给我送礼 我我只能一直感谢啊 对不对 我能说什么呀 我能说 我能说小王 谢谢你啊 谢谢小王 我能这样讲吗 老是讲这样的话 妈呀 之前我总觉得 防疫 我总觉得那什么 你是有一点喜欢我 现在我看来 你是真的喜欢我呀 公民上个姐们 咱们扣一拨四合院接班人 咱们扣一拨四合院接班人 你这不是纯纯的让我发财吗 妈呀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纯纯的 让我走大运吗 我的妈呀 你要让我去四合院 去北京去找你吗 去找你的话 你这么有钱 是不是要给我请丫鬟啊 我的妈呀 让我感受一下发财的感觉 是什么样子 我这辈子穷怕了 我没有有见识过 到时候你把你的四合院给我 带给我请一堆丫鬟 那丫鬟是不是这样掺着我起来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的妈 我的天哪 有钱人是不是丫鬟 这样就缓缓的把我手给抬起来 这丫鬟 妈呀 妈呀 我要发财了 哈哈哈 我的天哪 我的天 喜欢小赵给小赵点个免费的关注 收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不用收小赵大流 你们老是说我假 我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千多一点 那大爷这两天给我刷了 给我刷了几百万 给我刷了几百万 我怎么能不那啥呀 难不成我就说谢谢 谢谢小王给我刷的礼物吧 我能这样说吗 你们老是这样讲 哥姐们 为大家发个福带哥姐们怎么参与一下福带喜欢小赵给少赵点个免费的关注 收小赵大流 收大流的话你们也破费了 我的妈呀 大爷你喜欢我什么呀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呀 你给我刷这么多 你我看着就像丫鬟 你过分不过分 谢黑马王子哥 咱们给我黑马王子哥点点关注 给我切发再点点 喜欢小赵 不要送小赵大流 你们就给赵赵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你们一直说我大理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像我的梦中花蛋 妈呀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啊 你刷的我都要 我都要发财了呀 你再刷 你非要让我去北京找你 那上天不是纯纯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这上天不是纯纯让我发财吗 这 我的天哪 我的地 我偷了大爷的心 我也没办法 他一直给我刷 这个老头 他年龄不小了 他有八十了 你喜欢我什么样 你要再给我刷 把美颜给关了 妆还给卸了 你像我的梦中花蛋 我感冒了 对不要给小赵送大流 就给小赵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为大家发一个负责 咱们参与一下 咱们对着屏幕一点点个十下赞 我就把美颜给洗了 我的妈呀 大爷你要是再给我刷 我这次把妆也给卸了 把美颜给关了 让你看我长什么样子 你真的喜欢我吗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呀 去北京 让我去北京找他 哎呦 你们老是说我套路大爷 难道大爷就不配追求真爱了吗 对不对 你们怎么对老头恶意这么大 那老头就不配 男为婚 我们男为婚女为嫁的 那老头喜欢我怎么了吗 是我一个追求者 我能不成 我说我嫌弃你是老头 你不要喜欢我 我能要这样讲吗 我的妈呀 你怎么又把头套给我套上了 你这么想娶我 我的大爷 我的宝贝 你像我的梦中花旦 我像你梦中花旦 你不是我 你是我 我是你的梦中花旦 你是我的财神爷呀 你他有四个月 你让我去找你 我是不是就四个月接班人啊 我这不是纯纯不就站起来了吗 哈哈哈哈 呀哈哈哈哈 让我感受一下有钱人的世界 让我感受一下 左边丫鬟 右边一个丫鬟那种感觉 我的妈呀 我的天哪 我穷怕了 我的妈呀 你让我去北京找你 你大爷又给我配这个保姆 配那个保姆的 那有钱人是不是请保姆 请很多啊 又请丫鬟又请保姆的 那到时候 那丫鬟我要是坐在地下 那你丫鬟是不是 铲着我的手 直接把我给架起来 就像皇太后一样就这样 我的天哪 让我感受一下 我成为富婆的感觉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穷怕了 我的妈呀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啊 你们喜欢招招给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 不要送小招大铃我哥姐们 一人一颗星星就可以 你们送小招一颗星星 我就特别开心了 你们送我大铃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真是兴奋了吗 那大爷要要让我去北京找他 他家也有四个人 你们也看了天天让我去北京找他 天天让我去 那让我去的话 那我不就纯纯的 我不是纯纯的那四合院接班人吗 公民上哥姐们怎么抠一拨 四合院接班人好不好 让我开心一下 让我开心一下 大爷你说你现在能不能跳多好 你非要让我去北京找你 我要是去北京找你 你蹦打不了很久呀 哈哈你蹦打不了这么久 我的妈呀 我穷怕了对不对 我又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你给我刷这么多 我又看你的大鸡鸭在我面前晃 你说 你说我整不整你就完事了 你不要给我刷这么多 我的天呐 哥姐们咱们抠一拨 四合院接班人让我开心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我没有发过大财 我穷怕了 咱们让我做做白日梦吧 我的天呐 那四合院是我的 左边一个丫鬟右边一个丫鬟 给我滑着让我去北京啊 老王的 社保不哈都给我了 别人都说你把我四个月一面墙都刷给我了 哈哈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都搞不懂 我都这样说了 那你这样 那大爷你喝药是怎么喝的 你大爷你要是喝药的话 你是这样堆着堆着喝还是一勺一勺的喝 你实现点你要喝药的话就 一瓶啊直接喝完省事 你要一勺一勺的喝那要比较痛苦 你知道吧 什么招我都给你想好了 你有点眼色 你直接 你直接给吃了 北京我的天呐 咱俩我今天才22岁你都小80了 我要是跟你在一起 我指定偷人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说去偏大爷 毕竟咱俩年龄差很大对不对 你都90岁的话你都躺在床不能动了 我才30来岁 我能回不着吗 我说的是实话吗 我的天呐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 我的妈 你再给我点机会 大爷我还没有找到西门庆 我我自己一个人我整不了 我整不了 你再让我整个找个西门庆 到时候我俩下去 一勺就喝完了 妈呀 一勺喝完 哈哈哈 这不是上天纯纯的让我发大财吗 这不是 这不是转音的机会就来了吗 哈哈哈 你懂事点 麻利点就是 一瓶子光的光的喝完 你不要一一勺一勺一勺的喝 你一勺一勺的喝又痛苦又慢 要劲又慢 你直接光的光的一瓶喝完 有点眼色 哈哈哈 我套路是我有等我套路是 大爷你要再给我烧把美颜给关了 我把滤镜也给关了 我让你看我长什么样 你是不是因为我开了点美颜滤镜 你才会喜欢我的呀 我要把美颜给关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喜欢抓抓哥哥姐们给抓点免费的观众 还收个新点赞 不要收小的大楼 我收大楼也都破费了 现在点赞是多多 现在点赞是 是三万 如果说 如果说点赞到五十万 我就把美颜给关了 再把妆给卸了 我不相信我把妆给卸了 美颜全部给关了 你还会喜欢我 我的妈呀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呀 给我滑子 我有点心动呀 我真的有点心动 我真是说实话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吗 我给大家发个复带哥姐们 怎么参与一下复带啊 不要收小的大楼 一人收一颗协议就可以 我就看见了 我说同样的话 那问题 问题是那大爷一直给我送礼物 我只能一直感谢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这种话 妈 妈妈 妈呀我天爷我 我给大家看了 我放下来 你们好吗 我好吗 我便放下来 我的妈呀 你怎么又送了我这么多 送我家年华啊呀 哥姐们咱们公民让扣一波四合院接班人 谢谢我卓爵 咱们给我前往他点点关注 卓爵不要送小周礼物了哈 你就可以找我点个免费关书 我吸点再就可以了 哥姐们咱们公民让扣一波四合院接班人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过 这不是上天纯纯的让我发大财吗 这不是 你不是你不是大爷 你是我的财神爷呀你是 北京让我去北京找你 我去北京找你你你又不吃药 你又不吃药 你喝药你一勺一勺的喝 你什么时候才见效啊 那药性什么时候见效啊 你还一勺一勺的喝 来嘛哈哈 除非你喝药你就整一瓶光得一喝完 你要如果说一勺一勺的喝 今天喝一勺明天喝一勺 那两年了你也你也讨不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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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呐不要给小刀送了 你要再给收 我把美颜滤清都给挂了 我的妈呀 我都站不起来了 你给我刷的 哈哈 我的天呐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吗 才是来到我家门前 来嘛 我有点小心动 但我现在去你 你现在让我去的话 我又不会 我现在是只小白羊 对不对 我又不会什么套路西门 那个盘金莲系列 我还没看明白呢 你让我再看个两千对不对 西门庆我还没找好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都 哈哈 我把你整不贪呀 整不偏贪呀 你再给我点机会 你再给我一点机会 我在直播间里找个西门庆 我俩就 嗯就过去了 谢多拉爱梦哥 你们喜欢招给招点的免费关 售我新铁子 不要给受小的 从大里我 一人送一个星就可以了 我就看见了 我的妈呀 现在点的是四万 如果说到五十万 就把美颜给关 滤金也给关了 我不相信我把美颜滤金给关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还把妆给卸了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太假了 这个叫聆听的 我假什么了 那大爷给我刷流 大爷给我刷流 我难不成我还说 谢谢你 我穷怕了 我不像你们有钱人 对不对 那别人给你们刷个家电话 你当个是一个一毛钱 你们有钱 对不对 我不是没钱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难道难不成大爷给我刷礼物 也都真金白银刷了 我会说什么 我会说 谢谢小王 我会这样讲吗 我会说 小王你把你那个四合院门钥匙给我 你自己喝好药往那一躺 我能这样讲吗 我怎么就这么大的牌面 我是个农村小女孩 对不对 那我我又没有钱 也没有什么文化 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牌面 让大爷这样 谢谢我宝贝 谢谢我宝衣宝贝 喜欢招招 不要给招招 一人剩一颗新衣点点赞就可以 我看公平上有多少人喜欢我 我不相信我吃不见了 全部说这种话吗 全部是在这胡咧咧的吗 在这说 你们老是说我是老油条 但是你们敢说 你们敢跟大爷这样讲话吗 你们敢说 你们肯定说 大爷我喜欢你什么鬼的 你们敢为什么要不要的事情吗 怎么这么虚伪呢 一个你一个老头喜欢你 你要老头要给你再起 难不成你就说大爷 我就爱你一个人 你这样不是很虚伪吗 我有什么说什么 你们又说我是老油条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吗 老是讲这样的话 妈呀 我的宝贝 我的老baby 你怎么又给我耍这么多了 不要送这么多了 不要送这么多 送这么多 也上不去 不要送这么多了 差点就信了 那我到底真的是烦 那你可以不看我知道吗 你可以走 不要看我 我发现直播间里还有很多人 就是就跟小赵开玩笑 就有一部分那些小心眼的男人 还有一些女孩子 就老是去说我 你们做一个男人 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那很多大部分老爷们都不怎么说 我就一些部分小心眼 你这样你娶得上媳妇吗 北京花园里 你你们这样说 那别人好一点就看不顺眼 你就心里想啊 我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是在怎样怎样的 那为什么他这么好 那大爷 在直播间里跟这个说 跟那个说 他寂寞孤独 女儿不在身边 你们有没有大蕾过人家 还是小白好 我就说大爷你怎么了 我说不要孤单 我这样是安慰大爷 大爷才给我刷的 你们有安慰大爷吗 老爷讲这种话 谢谢牛大爷 你们喜欢招 不要给招收大流 一人收个新一点 再就可以了 不要收大流 得帮招点个免费关注就可以了 老是讲这样 一天最开心就是这时间 你问问大爷 你问榜姨大爷 我叫他老baby老宝贝 他开不开心 你们老是讲这样话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啊 天天我播的心泪 你们天天这样讲 天天这样说的 我做错什么了吗 不管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那下次我直播我不说话了 那我下次直播 我打哑咪行不行 我就这样是欢迎 这样是欢迎 不是这样是感谢 这样是欢迎 我天天就比划这两下行不行 这样是把嘴闭上知道吗 这个样子是我让你们把嘴闭上 这个是感谢 这个是欢迎 以后又就这三样 我这样行不行 我不想话了 难道还是错吗 你们老是这样急啊 我一个小女孩 我没有见过世面 我从十五六 我十六就出来打工了 对不对 你们老是这样说我是老油条 那我一个小女生 我不在外面保护好自己 我被那个老头给叼走了 为你老头去祸祸了 难道这你们就开心了吗 老是讲老油条老油条的 我妈呀 大爷不要再给我送了 你再给我送 我把美颜给关了 现在点的七万了 到小五十万我就把美颜给关了 我们关美颜也很丑的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烦 赶紧闭嘴巴都 说这种话 我发现有些男人真的很小心眼 你这样的话 你找到老婆了吗 那你那你女朋友出去吃个 买一件贵的衣服 你是不是就说人家呀 那女朋友给丈母娘搬两件纯牛奶 你是不是也说啊 啊 就拿被两袋红薯 回娘家你才不会说啊 你们这些男人 有些男人很小心眼 都无语了 就见不得别人就好一点 就咱的各种诋毁 有些男的 老是讲这样的话 别理他们 老是讲我是老江湖啊 我是老江湖啊 我要是老江湖的话 我要是老江湖的 你是不是都成精了 不是说 不是说江湖以来不许成精了吗 你怎么背着我们偷偷成精了 再成精 让我们知道把你抓起来 掉起来 看看你是什么变异的 气死我了 怎么这么过分 我以后结婚的话 绝对 我绝对不会找个小细眼的男人 老是想这么多 大爷不要给小赵送了 不要给我送了 最近流量不是 最近流量不是很高 我喜欢大爷和大爷过日子吧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和大爷过日子 他大爷是在追求我 我现在还没同意 对不对 你们老是说这说 那我套路大爷 难道大爷就不配吃嫩草了吗 难道大爷就不配 怎么有股尿骚尾 怎么大爷就不配追求爱情了吗 这谁规定的呀 老是这样讲 那你们就不喜欢吃嫩草吗 老牛肯嫩草 老牛肯嫩草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肯嫩草又怎么了 谁规定 那个老头就不喜欢找黄花大姑娘 你们老是这样讲 问题是我不是没答应吗 我现在在考虑当中 你们老是说这种话 我也怎样就说套路大爷 他大爷吃的盐比我吃过饭都多 我怎么套路他吗 来北京吗 我的妈 让我去北京找你 妈呀 你刷到 我的天爷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呀 你刷了我腿都瘫了 咱俩是我先瘫吧 看样子 不是你先瘫 是我先瘫了呀 妈妈 一开始说先把你给整瘫的 这是我先瘫了都 我的妈 我的妈呀 如果说我去北京找你 你的那个四合院 是不是就是我的了 到时候 我身后站一堆丫鬟保姆 我的天 我的妈呀 让我感受一下 我穿金带银 我的妈呀 我的天 我开豪车 我我带名表 我住大豪宅 我的妈 后面再围着一群保姆 又给我穿衣 我穿衣服都不用我动手的 我直接用手一张 脖子往上往前一仰 保姆 压患自动给我穿衣服 司机自动给我打开车门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妈 公屏上哥姐们 咱们扣一拨四合院接班人 让我 让我开心一下 咱们公屏上打一拨四合院接班人 我就是四合院接班人 我以后 我的妈爷 咱们扣一拨四合院接班人 我以后的话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以前都没吃我龙虾 我都没吃我海鲜牛排 我要吃最进口的 我要喝最贵的酒 我要喝大茅台 我要给我奶奶盖上房子 给我弟买豪车 我的妈呀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啊 大爷 嗯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哎 大爷非要让我去北京找他 那找他的话 那四合院不是我的了吗 你不要再给我刷了 我觉得你觉得我是研究生 初中毕业套路太深了 我哥妈要 我高中都没有上过 不信你去打听一下 你去我们村民打听一下 我高中都都没有上过 初中毕业 我不是一般人 我是二般人 行不行 你们老是这样讲 你们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的饭都多 我个小姑娘家家的 天天说 我老油条套路深 那你们不套路深吗 老是讲这样的话 烦死了都 这个叫小灰灰的 没有团队 你怎么老是胡说呢 你 老是这样胡咧咧 喜欢招招革姐们 给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给招招点免费的关注 说个新点子 不要说小的大理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我不相信我直播间里 全部是说这种话的吧 你们老是这样胡说 谢谢安好 不要送给安好 不要送给小大理我 你们就给招招 谢谢前行者 就给招招送一颗星 点赞就可以了 你们送一颗星 因为我也看见了 你们送我大理我也不知道 给对对着屏幕 一人帮招招点个十下赞 我就把美颜带给关了 因为榜上大哥 你们看吗 大爷一直支持我 一直收我礼物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爷你要是再给我刷 我就把美颜给关了 我就喜欢漂亮妹子 我的妈呀 我要去北京找你的话 我还用得着在这烤肉吗 那四合院是我的话 我还用得着在这烤肉吗 在这直播吗 我套路深 我我什么话都讲了 我还套路深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说呢 那你们告诉我那做怎么做 才不是套路深 你们说吗 老是说一个小姑娘 你家套路深 你赶紧闭嘴吗 你们这些小黑粉们 有些小黑粉们 老是讲这样的话 送我四合院 你真的要送我四合院吗 你要是想让我过北京的话 你有你有知趣一点 大爷要你备好 要你备好 这最好一口气 你一整瓶的光得光得喝了 你不要一勺一勺的 今天喝一勺明天喝一勺 那样太慢 要要慢 你就直接一瓶 就直接光得完 就直接喝完 一天到晚都有这样的台词 你老是这样去讲 那每天唱歌的 也天天那两句歌 你怎么看不腻呢 那大主播 那天天穿白色裤子 你们你怎么也看不腻呢 老是这样去说我 那你老婆对不对 你女朋友天天也长一副面孔 你难不成你就说 你天天看你这副面孔 我都看腻了 你能这样讲吗 你做个人吧你 这有些人 妈 我的天哪 你怎么送了这么多呀 我的妈呀 你再给我送这么多 我都哭了 我宝贝 我的老baby 我的宝贝 我的妈呀 你怎么给我送这么多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的宝贝 我的baby 我的老宝贝 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吗 你再给我刷 我的嘴巴都能咧到耳后根了 大爷 我难过的嘴巴都能咧到耳后根了 你怎么给我刷 你再给我刷把眉眼给关了 还宝贝们吐了 你可以不听啊 那大爷给你刷这么多 有有有有富婆 给你给你一万块 假如说给你一万块 你叫我一声宝贝 老baby你叫不叫 你比我更现实 那说不定你都 跟人家怎样怎样了吗 那大爷给我刷这么多 我私底下你有没有问大爷 我有没有撩过他 我就在直播间里过把嘴 让大爷也开心 我也开心 然后这也有错吗 叫一下老宝贝人家人家 大爷心情也愉悦 那看直播对不对 就是为了让人心情愉悦吗 你们老是这样讲 都搞不懂 谢谢给小孩送信 不要给小孩送大楼 还一人送个鞋铁 再就可以了 你们送我大楼也都破费了 我的妈呀 不要给我送了 你给我送了 我的天哪 天哪刚才 现在你给我给我刷了 我骗人家老人家的 我骗什么了吗 我说话你们也都听见了 我又骗大爷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嗯 才不是套了大爷 那我就 我就跟大爷说 我说 大爷 你不要喜欢我 你 你老了 你 我这样说 才不是套了大爷吗 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你们为什么对于老年人 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谁哪条规定 那老年人不喜欢吃嫩草了 有这样规定吗 老是这样讲 我的妈呀 大爷不要给我送了 不要送了 上不去流量 我这两天流量很差 谢谢家人 谢谢家人 怎么给我钱包 他点点关注 是个小姐姐吗 是哥哥 怎么给他点点关注哈 不要给赵赵送大礼物了 我是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小女孩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我真的没有见过市面啊 大爷给我刷这么多 对不对 那我能怎么办吗 那你们说 对不对 那你们说 老是讲这样讲那样 我妈也说你老骗老人 你娘俩下去看我 说我骗人 我也是无语了 还我妈说你也是骗人 我都无语了 你娘俩下去研究一个小女孩 我都搞不懂了吗 你把你爷爷 爸爸都拉上去研究我吧 老是说我骗人 我骗人啊 我都搞不懂吗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说 那大爷给我刷礼物 你们你们怎么对我恶意这么大吗 那你们不喜欢我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喜欢我 说我嫌你我黑又嫌我不洗澡 现在嫌我是农村人 对不对 你们在指面天天叫我老一条什么鬼的 那大爷稀罕我怎么了吗 那大爷稀罕我啊 你们把我扔到地上大西安 我捡起来文物味穿兜里 你们就不满意了啊 就必须谁都不喜欢我 不管是老的弱老的什么样的 小的少的都不喜欢我 你们就开心了 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呢 你就算要饭的 那也有人喜欢吗 那为什么非要让别人都不喜欢我呢 我都无语 感觉我会嫁给老藤 大爷你不要给我刷了 你给我刷这么多 喜欢小赵给赵赵点个扁肥的关注 还说个新一点 咋不要受小赵大悟 我不相信我直播家的全部是说这种话吗 全部是狐烈烈吗在这 大爷给我刷天天 你们 成大爷监护人一样 天天说大爷再乱刷把你给抓起来 啊给你刷 你就把大爷给供起来 给我刷你要把大爷给抓起来 你什么天理啊 那老头都去你那块 你就你就开心了 我都无语 你怎么怎么对一个女孩子恶意这么大吗 我就喜欢老伯伯你们越说我就越叫他老伯伯你们这样说的话我之前线下我都不我都不给大爷叫什么小心干我等到我下播就叫大爷叫小甜心小宝贝 是你们逼我的是你们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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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逼我 是你们逼我的我都搞不懂了我在直播上面叫叫老宝贝老宝贝过把嘴饮对不对你们不行啊非要逼我那我必要说我套路大爷那我私底下我就叫大爷叫小甜心小心肝 你们老是这样 宝贝 我的老宝贝 宝贝 你们越这样我就越说 气死我了 天天讲这样的话 我今天快22岁 我是来这个 我是来这个农村小女孩吗 对不对 你们 好香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很多人肯定很好奇 我说我怎么在户外烤一块肉啊 因为我家以前小的时候 不是烤就是烧 就是拿个小煎锅下面 下面也不敢在厨房做饭 柴火太多 就生个小伙 就是在院里面烤点肉啊 烤点土豆片啊什么吃的 我们从小时候这个样子 你们不要笑话 我小赵是野人好不好 因为我这我们这边 那种风俗习惯 你们不要嫌弃我 我们那边就是小孩子 老是烤一些东西啊 就是要么就煎一些东西 你们不要嘲笑我 这是我们那边的风俗 宝贝好 家人哥 你怎么那么过分 你们指不这么多人老是去指着我去套路大爷 我套路大爷什么了吗 妈呀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你们越收我就越叫大爷叫宝贝 之前我还收敛 你私底下我要给他叫小甜心 小心肝 我的宝贝 我的妈呀 你给我刷我就要晕倒了 我的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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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我要晕过去了 那大爷追求真爱 为什么要问问他女儿呢 他女儿现在在国外一个人 你在国外老头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啊 在外面 撩个闷 你们也看不顺眼 就撩你们就给你就开心了 你们非要让大爷找找跟他年纪相仿的 那大爷就喜欢小嫩草 你有什么办法 你们不喜欢吗 老子讲这样的话 大爷他们都让你去找老伴 不要去 不要找我 你不会信我劝劝大爷 我说大爷你不要给我刷了 大爷你去找一个老伴吧 找个也找一个八十岁的奶奶 你俩过吧 找个年龄相仿的 你问大爷愿不愿意 我这样的话对不对 你俩年龄相差不大 我是老油条 我是老江湖 随便你怎么说呀 对不对 随便你怎么讲老油条老老江湖 你再说我就晕倒了 那大爷给我刷 你们刚刚说这样说我 我待会还要晕倒呢 骂 好 我的天哪 扶我起来 我还能谢 扶我起来 我还能谢大哥 我还能谢老婆的 baby 感谢我 感谢我王大哥 感谢我王大爷 扶我起来 我还能再谢 再感谢 我的天哪 我的妈呀 你怎么送我这么多吗 你们要喜欢招招 不要给少少送大五了 就送一颗星星点赞 帮招招送 对着屏幕一直点个20下赞就可以了 你们一直送我大礼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送我一颗星星啊 点个免费的赞赞 一个点个十下赞 没口吐白沫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我对不对 那我有没有见过世面 我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千多 那别人给我刷这么多 那大爷今天给我刷了几百万英了 什么概念 我也不具体说哪个数字了 刷几百万英了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会不激动呢 我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千多 我来说这样的字幕 我的妈呀 扶我起来 我真的 我真的还能戏 下手 我看咱俩 我还没把你整汤 你把我给整汤了 大爷 下次我再开直播 再过两天 我就整个轮椅过来了 我就整个轮椅攒在那座了 我套路时 你们都是嫉妒我 你们都羡慕嫉妒恨 懂吗 那一个富婆 8岁的富婆 你20来岁 富婆让你叫我一声宝贝 给你2万块钱 你叫不叫 就说两句话 你比我还现实 你你还叫人家实声呢 都说不准啊 我我这样的话 我就是虚伪了 我就是假的 你们怎么老这样去讲呢 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你们怎么做都是对的 你们怎么做 谢谢永杰哥 怎么给永杰哥哥也点点关注 对你们小招给招点 别费关注 硕西点赞就可以了 不是说小的大刘 你们说小的大刘也都破费了 你们再给小招刷了 我就要把美颜给关了 因为新进来了很多个鞋们 都没看到我关美颜 觉得我开美颜挺好看 一直给小招送领我 嗯 你们再给我刷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把美颜全部给关了 如果说把美颜全部给关了 说不定你们就把你们给吓跑了 不要坑坑老人家 啊就你坑就对了 老人老头都去你那里 你就开心了 是不是 那别人一个老头稀罕 我你就不愿意 那老头什么都去你那一块 你就开心了 我故意装 我装什么了吗 一般还说我的老是一些女孩子 你们这些女孩子 怎么这么有些女孩子 有些姐姐还是很好的 还有一些男孩子 一些男人 你个小心眼 你这样的话对不对 那谁敢嫁给你 你们这些小心眼的男人 我说实话 就单身吧 你别去混混人家姑娘了 知道吗 那人家姑娘给给丈母娘搬两件纯牛奶 你就嫌贵啊 就是语言讽刺 你就 背两个土豆啊 背两筐土豆过去 你才满意开心 你就你这种人 小心眼的男人知道吗 你就要别结婚 老人说这些 老是说我聪明 我初中的时候 我初中的时候数学才考的几分 我聪明 我要聪明的话 我就上大学 我还用的 你经常拧螺丝拧了几年吗 你们老这样就说 谢谢永杰哥 感谢永杰哥 你这么送我这么大礼物啊 不要送 你们喜欢招给招送个星期点赞就可以了 不要收小的大礼物 我要是学习好的话 我要是聪明的话 我用得着 我不上大学吗 对不对 我还用得着 我经常拧螺丝拧好几年 一点说我一点都不振力量 那你就看 你又看 那些男主播大佬头子啊 就把裤子提的很高 还斜着提 恨不得把裤子提到这块去跳舞 那是正能量 那你去看不就行了吗 你去看不就好了吗 我做什么都不是正能量 我都搞不懂 我跟小女孩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收 又是昨天的骗钱法 你就是 你就是个好人了吗 你 老是这样讲 这段话 老是说这样的话 其他就不会讲了 我都搞不懂 你们这些男人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 我都无语的 我都扶着偷偷的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们教我吗 你们教我 怎么不收我 我就怎样做 老是看我不顺眼 我还是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又不偷 我又不抢 我又 我又没有说 去骗任何一个人 那难道你们做生意 你们就会说 谢谢哥送了兔兔 谢谢你 不要给小赵送了 你们喜欢着给招点个免费关注 送个新一点赞就可以了 你们送小赵大赵也都破费了 不要送小赵大赵 对不对 我只是个 我只是个穷人 这两天玩抖音可能好一点 但是网络你们也知道吗 哪有可能一直好的 难道 我就这两天 我知道是像过年一样 对不对 我开心一下 怎么了 你们就老是这样去说 我是水泥们吗 我说我背水泥们 我说过 我只是我小的时候 我家就烤东西的 对不对 我给你们看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你们老是这样去收我 一天天的 其他话就不会讲 我假 我是我假 你真行不行 你真可以吧 老是这样去说这种话 我都搞不懂了 我做错什么了 我 谢谢白云哥 哇 天呐 白云哥 多少颗小星星 才有一颗热气球啊 谢谢你支持我 我看见了 你们要喜欢招招话 就一颗星星 我就看得很清楚了 不要送我大溜了 你们一送我大溜 他们老是 老是说我套路你们 他们就觉得我在抖椅上 就一毛钱都没有人支持我 他们就开心了 我套路 我套路的 你们就没有骗过牛 是不是 那你们就很单纯 你们就没有撩过闷 我是老一条 我是老一条 又怎么了 我是老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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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气你 我就气你 这怎么样 怎么做都是一种处 我有什么才艺 我没有才艺 我没有才艺 我的才艺就是烤东西 老是这样去讲 我就是个老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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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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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个老油条 我就是个老油条 你气不气 你没有我聪明 你气不气 这样能吃吗 家人哥 可以吃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拿一条肉 很苦的 我小的时候 你们这也有钱人 老是这样 去这样道德上面 说别人好 有意思吗 我们小的时候 就拿一个小煎锅 就放一块生肉 烤熟蘸辣椒面去吃 谢谢我宝贝 感谢我宝贝 谢我白云哥 你来了宝贝 宝贝 我私底下 叫你叫小甜心 我要叫小心肝 妹子 你们河南有疫情 是啊 我们河南有疫情 我今年过年 都不一定回家 老是去讲这些东西 你的那个大爷 我大爷不是在榜上飘着的吗 我大爷不是在上面 飘着的吗 你怎么没看见 我小的时候 你们没有穷过 你们不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 就直接一条肉 直接煎熟粥 蘸辣椒面吃 加馒头 正好来北京过年吧 我就不适合戴项链 我就我就只适合 只适合什么都不带 只适合带个 带鞋带是不是 我带个鞋带 你们就开心了 老人讲这样的话 欢迎我大爷 大爷是你吗 大爷今天大爷你摸的妈呀 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 一万 大爷给我刷三百万新光了 就今天加上刚才 我开的那一阵 给我刷三百万新光了 昨天给我刷了 刷了 四百万新光 我都一把年纪了还图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万一 一把年纪了 也想找女孩子 就是 过把眼 阴浪 是阴浪 我说习惯了 我说星光 我对钱 没什么诱惑 那你给我算了 你把你的 那个大寺院给我 我的妈 到时候不发财了吗 到时候我这么多钱 我要怎么花呢 我现在 我现在我老家河南 我买个几套房子 我再给我妈买一套 给我妈买一套 给我爸买一套 让他俩都分开住 一人一套 给我爷爷 奶奶 一人都买一套 四个人都四四栋房子 四套房子都分开住 到时候我要给我自己穿金带银 我穷怕了 给我自己 我要穿金 我要带大金链子 我要带铁 金铁带薄里 去年认识一老伴 怎么了吗 你好意思吗 我好意思 我好意思 我的妈呀 到时候 我请一堆丫鬍 一个专门给我洗衣服 一位给我专门做营养餐 再请一个两个年轻的 小鲜肉 一个当司机 一个当我的贴身保镖 我开车 我都开 家常版的什么啃啊 什么保洁啊 什么的 让我感受一下 我发财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的天哪 我这么多钱 我怎么花 我把牙齿也敲了 全部换成金的 我要把我床上 全部铺满现金 我要搂着钱去睡 我做白人梦 我咋么是做白人梦 大爷让我去北京 让我去北京的话 那我不就发财了 我没有做白人梦 谢谢电子哥 那我是穷怕了的呀 对不对 那我起样就做白人梦 怎么的吗 谢谢永杰哥 咱们给我钱包压 点点关注 咱们给挂红包的 蚂蚁先生也点点关注 不要受给小大流 我一人受我心一点 再就可以了 妹子我真没八十 那你多少了吗 你都不起样 那你多大了吗 你没有八十啊 那你 你要小八十的话 我到时候把你给 整天摊 要不要两年 你五十九 你要你要活到九十 五十九 六十七十八十 我要在你身边 再耗三十年啊 再耗三十年 你要是长寿的话 一百岁不是问题吧 你现在多少 你现在才六十 我的妈呀 我要在你身边 耗四十年吗 那我都老了呀 你才五十九 陪我三十年吧 四合院归我 我的妈呀 三十年 我今年二十 三十四十五十 我五十了 我都知天命了 我腰这么多 干什么呀 我腰这么多也没用啊 我都这么大了 你听不听话 你要听话就把药吃了 你问题是年轻还可以补救 你你听话 你吃药的话还可以 你又不吃药 我让你吃药 不我不 我让你吃喝汤 我不我不喝 这怎么办 这熬不过你啊 让你吃药 嗯我不 让你喝汤 嗯我不 让你吃大油大腻的 我不 我就喜欢吃清淡的 你听不听话 你要是听话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然在你身边 耗三十年 我都多大了 我都五十岁了 我都五十岁了 就知天命了 我要这么多也没用啊 我我五十岁 我妈都七八十了 他们要钱也没什么用啊 对不对 不能吃清淡的 让他吃大鱼大肉 啊吃油腻的 什么香克的食物 嗯我不 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什么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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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怎么办呢 大爷不要再给我刷了 我我流量上不去 这两天流量很差 这大爷如果跟你在一起 用不了几年 就让我给送走了 我不会把他送走的 我有这么 你们老是把我想成这么坏 我会把他大爷送走吗 我直接 对不对 我把大爷当成 当成财神爷供起来 除了不会动 对不对 你能吃能喝 除了不会动 这不挺好的吗 我有这么坏吗 老是说这些话 谢谢永杰哥 永杰哥 谢谢你 咱们给我前面 再点点个粥 不要受小的大肉 你们喜欢粥的话 就给找找点个免费的关注啊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我有什么说什么 你们都不说 老是说这种话 不要让我去北京找你 对不对 我去北京找你怎么找吗 我现在西门庆还没有找好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 对不对 说不把我听的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 我怎么整得过老头吗 对不对 我的同伴 我的同僚还没有找到 只不见了 我要找一个机灵 机灵马力的又年轻的同僚 找个西门庆 对不对 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吗 老是让我去北京 吴小平也让我去北京 他也喜欢我 小平哥也喜欢我 谢谢天下哥 天下哥 我的妈呀 你怎么也说我取我回家了 我的天哪 你给我送的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多少颗小新才有一个取我回家 我陪你去北京 硬片啊 你行不起啊 你机不机灵啊 到时候你是我同僚 对不对 你们老是讲这样的话 大爷家我们的 你们喜欢着 给着点个免费的关注话 收个西衣点赞 不要收小的大流 就收一颗西衣 包着着 现在点赞是16万 包着着先点个20万吧 你们老是去讲这样的话 你们老是说我对大爷怎么这么样 老是说我套路很深 我初中的时候数学只考了几分 我要是聪明的话 我早就上大学了 我还用得着 进场打螺丝 闷着头 打个几年 拧螺丝吗 我这刚完直播 你们看我说话又很粗 我也不会什么文化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我的妈呀 大爷不要给我送了 大爷 我的天爷呀 大爷你怎么一直给我送礼物 你们要喜欢 招招给招点个免费关注 送个新点赞 大爷好吗 刚刚刚刚去 又冲又冲退休金了 我的妈呀 大爷不要再给我送了 这谁送的烟花怎么不显示啊 啊 感谢哥哥送的烟花 我这榜上没有显示谁送的烟花 对你们要喜欢招给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就可以送个新点赞 不要送小赵大卢 送小赵大卢 你们也破费了 刚刚去充值了 我的妈呀 你再给我刷的话 我怕你 你把你的四个月 打铁门也给我刷出来了 上次把一面墙给刷出来了 现在把四个月的铁门都给刷出来了 不要再刷了不要再刷了 我的天 我的妈呀 你怎么会刷这么多 我的榜一星光这么高 我都 我都数不清楚是 个 怎么这么高啊 这怎么数啊 刷到大银为止 我确实有点阴朗 我老是说错 我老是说星光 星光是另外一个平台上面的称呼 谢谢天下哥 怎么给我前方才点点关注 我天下哥 你怎么也收取我回家了 天下哥 对你们要喜欢招 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不要受小招大楼 你们受小招大楼也破费了 对一人点着屏幕 对着屏幕帮招招点个十下赞 我就特别开心了 这个小招比这耳朵 一点点一下 笑我卓卷 你点点我的鼻子耳朵眼睛啊 帮小招先点个二十万 我是老千胡 我是老演员 我就点开你们的资料 我看你们是什么什么妖孽 知道吗 我直个拨我还站起来吗 我在户外我还搬个板凳吗 老是讲这些问题 我没有说地下做一个砖头砖头 咱们给我榜案点点关注 给天下哥点点关注 哥姐们 我脾气很大 你们这样去说我 我怎么做吗 难道别人骂你 别人说你 我还笑得脸说吗 老是去讲这些问题 天下哥你说这话很过分 什么挣钱容易吗 怎么可能吗 我这边几个人的时候 有些主播 你这边两个人的时候 有过坚持下来吗 我什么你一天的钱 我一天就挣了 你这样去说 你们只看到别人好的一面 你们只看到别人好的一面 那不好的一面都没有看见 那我准备两两两个人的时候 一天只播了三十块钱 你们有看见过吗 只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就觉得我很幸运 你们看哪个大主播 他们是靠幸运起来的吗 老是这样去诋毁 我也付出你的 我也 我足够幸运 但是我也足够努力 因为我时刻都准备着 所以说我可能会 每天有时候就坚持不 有的时候去看这去看那的 你们老去讲就很简单 就很容易 那别人 你们就不说 只说我 说我是老一条老江湖 你们有钱小孩 父母都给你们铺好路 对不对 你们顶多见过的文化 你们觉得素质比较差的 顶多就是在地下徒口坛 我要是十五六岁 我个小姑娘出来打工 混社会 我要是不对自己防备一点 我要是警惕心不强一点的话 那我不会别人给骗了吗 我也没有怪谁 你们是有 你们有钱的小孩 是你们的是你们的命 对不对 那我穷也是我的命 那你们也不至于说 我是老江湖老一条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这些话 老是去讲这样 谢谢天下哥 咱们给天下哥一点点关注 给绑一八二八三点点关注 我套老头 我就喜欢 你们不喜爱我 那老头喜爱喜爱又怎么了 你们天天就这样 就看不顺眼 我都快哭了 这个叫三川 你怎么一直 你公民上 你还发一堆哈哈 我说的是实话吗 你们有钱人家的小孩 我 我不要关注 我要你稀罕我 你给我受气我回家 我也稀罕你 比如不是我老师套路吗 老师讲这样的话 那你们见过的有钱人家小孩 对不对 那生把你们生的命好 那也那是你们应有的 对不对 我真不简单 我就不简单了 你们 你们有钱人 小孩 对不对 接触的那些人 顶多素质不好 顶多就往地下吐口谈 你就觉得素质不好 那我经历的是什么 我经历的是什么呀 我经历了十五六岁就出来打工 你要防备着 被哪个人给骗了 被哪个人 想要你微信 防备着那个 场子里面的什么样的男人 都要防着 我套路神 我是老家伙 那穷人 怎么办呢 我太假 你真 你真不就行了吗 老一句讲这样的话 黑驴黑驴的天天气叫 叫一百次黑驴 那有一点防备心 被你们说成老油条老江湖 我就被老头子 给我拽走 把我给拽走 直接给祸祸了 我就单纯了 什么思想吗 估计有团队 我一个小姑娘家在我有什么团队吗 你们看这哪有团队吗 这哪有团队吗 这哪有吗 一天老是去造谣 有团队有团队的 我要是有团队的话 那人家要我吗 吃过了姐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后面是我的团队 后面是我的团队 那旁边这走个 要如果说路过一个旁边大爷的话 你们会不会也是说 他是我老公 怎么这么过分呢 小油条 今天烤什么 今天烤的五花肉 你没看见吗 你 大爷被我坑的差不多了 谢谢飞烟 说吧 说吧 可接着说吧 老头在树后面露头 你拉倒吧 你 谢谢我飞烟 老头是 老头是穿天猴吗 又能上天 又能遁地的 有的时候 说大爷爬树上去了 那大爷是猴吗 有时候说 我在家里直播的时候 说大爷打地盾走了 那大爷是土行孙吗 谢谢我飞烟 啊 一会说 后面老头 在我后面 后面是河沟啊 那为了我 为了我的什么 看我天天 跟我约会 那老头在后面当水鬼吗 天天 你们不稀罕我 你们嫌我长得黑 那老头稀罕我 闻闻味 穿兜里了 你们就看不顺眼了 我都无语了 我都搞不懂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们说 你们 我找什么样的男人 你们才不许去说 就找什么砖桥洞的 睡桥洞的 你捡破烂的 我适合这种啊 我是不是适合要饭的 分我爸拉磨 我俩就过日子的那种吗 我虽然说我家里穷 我也是个清白人家女孩 你们不至于天 把什么要饭的 什么捡破烂的说给我吧 老是这样去说 稍微有点 有天老头就说 谢谢王者哥 你们喜欢找个 谢谢我飞烟 送我十小鞋 你们喜欢找 你只要点个免费罐 收我新点赞就可以了 不要收小的大礼物哈 收小的大礼物 你们也破费了 我家以前是卖老鼠药的 老是说我说话比较溜 我都无语了 你们要不相信 我就跟你们收一道老鼠药 以前我天天跟我爷爷 走街上巷 卖老鼠药 老鼠药有老鼠 大里小里斗开住 腰嫩创腰嫩贵 腰嫩白夜不带谁 懂你老鼠开个帽 老鼠夹子夹出班 咱都有 老是这样 你讲这样的话 咱们给我绑上哥姐们点点关注 谢谢隔壁三哥 我还送我一个小鲜鲜 我还送我一个小鲜鲜 你们见我播过这么久 我有带过货吗 我就我就快下播的时候 雨的时候打一两把PK 谢飞爷 谢牛大爷 为什么喜欢我这是老头 问题是你们这些年轻的 你们不一定喜欢我 我在户外直播呢 你说后面有什么瓢瓢吗 怎么这样讲话呢 我都无语了 老是说这样的话 故意说这样的话 你们这些小黑粉老是讲这样 我也是无语 我也是无语 用你的手 捡我的手 谢谢东哥 嗯 我一个多月不洗澡了 我一个多月不洗澡了 呀 我有说我一个月不洗澡的吗 你们为什么在我别人支持我的时候 就故意说我不洗澡 说我什么黑女老姚乌条 你们相亲的时候你们也这样说吗 你们这些男人 你们就别找对象了 你们你们也别结婚了 小心眼为什么因为小心眼 知道吗 那老婆 搬两件纯牛奶搬给娘家 就不行呀 就抠门啊 就小心眼不让搬 不让去拿 又抠又抠又小气 你单身好不好 你别找别霍霍人家女孩子了 放过人家女孩子 懂吗 你老老实实的 又当个寡汉吗 谢谢天涯阁 咱们给我天涯阁榜山点点关注 天涯阁 那不洗澡又怎么了吗 你们怎么就这么嫌弃吗 放过大爷吧 我就不放过 大爷是我财神年我怎么能放过 你们看这种玩笑 我把大爷放走了 我吃啥喝啥 哈哈哈哈 我怎么可能会放过吗 你们说你们给了我启发 之前我都不叫 我都不谢下刘大爷了 今天下播我也谢下刘大爷 我叫人叫大叫小甜心 我叫小心肝 欢迎我大爷 欢迎我反复苏子哥 咱们给我反复苏子哥点点关注 谢谢我飞爷 大爷你吃饭了吗 哎 撩大爷怎么撩啊 我还没有撩过老头啊 我俩年纪差距这么大 我现在私底下怎么给他 哎 有句话怎么说 见风使舵还使头啊 就是大爷不是爱好听戏吗 你就故意说 就故意说我也喜欢听戏 咱们也太有缘分了吧 是不是这样说 要么就说 我就喜欢听那个戏曲啊 我这样说 是不是跟大爷拉近关系了 就一点一点的去守大爷的内心啊 是不是这样 对 这要 寿业有专攻 水来土扁 冰来降挡 这个是 那个冰法 孙子冰法里面的攻心计 把这个攻心计打一下来 大爷就跑不了了 对 我一定要这样 大爷说我跟他有缘分 我要从缘分这块去抓 怎么样 有缘分呢 跟他边瞎话 说我奶奶也是以前是唱戏的 就说我我算卦 上辈子是个花蛋 这样行不行啊 这样能不能套路 不行 你这样你就不会唱戏 不露笑了吗 就是 你就说哇大爷这么有缘分吗 那别人给我算卦 说我上辈子是花蛋 难道你真的是我上辈子 的有缘人吗 这样讲要这样讲啊 这样也可以 用你的手 接我的手 你们不是说我有心眼吗 对不对 我要是不有点心机心眼 不是对不起 你们给我起了这个绰号 觉得我说的对的歌姐们 赞同我这个选法 帮着他送个心点赞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小心 不要送大了我哈 说大了也就破费了 对我小时候对 送个心点赞就可以了 我是绝对老洋活 你们都说了 我为什么不做呢 对不对 不管怎么做 那清白人也被你们给说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 上学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是那个 骆驼翔子 我就是翔子 被你们这些人 硬生生给逼成一个酒肉人了 之前翔子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篇文章 翔子多老实憨厚 我只想开他的黄 我拉他的黄包车 那后面 那硬生逼的 天天喝花酒 小赌 那我也快这样了 你们老这样讲 这些话 你要跟老头打交道 你不能说 我今天看了你个明星 我今天又看了你个电视剧 不能这样说 你要这样说 你跟李大爷下棋怎么样 这些话题 说身体怎么样 溜溜鸟 谈谈狗 什么之类的 你要这样讲 你不能说 这些年轻话 给他听不懂 一定要老年工专工工心计 人很简单的 你要是想的话 也很简单的 对不对 只要摸透流程 那不是很简单的 我得天 我怎么这么聪明 小姑娘心机太重 这不咋的 没有点心 你怎么混江湖吗 你说说 一定要说大爷 什么 你就这些男人就喜欢什么 钓鱼的话题 就喜欢你跟他讲讲钓鱼 什么车 什么 股票 直播间里的女主播 你们要了解一下 这样 要数月有专攻 知道吧 研究研究什么星座 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说他是花心的人 就是老师什么宝贝宝贝亲一个 你就说 哎呀 不要吗 讨厌 如果说是老师本分的 说话很小 说话就比较少的话 你就怎么说呢 就是你又说感谢 他们不怎么说话的人 你就这样说 就 你就 你就拿缘分这个开头吧 也不要说啊 大爷 你说我好演员 不能这样说 你要话少的人越套路越不行 对不对 你要是那像说啊 嗯 给你刷点礼物 你说宝贝 你知道宝贝 咱俩见个面吗 什么鬼 你就要说 哎呀 大爷 我有点害羞 你好讨厌哦 你要这样 哈哈 觉得我说对话 哥姐们扣个一扣一 不得 为小辣送个星期点赞 不用说大流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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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扣一 给小辣送个星期点赞 我是老江湖 嗯 这可不打的 哎 你先看他发的朋友圈 如果说他发的朋友圈 都是出差的话 你就说啊 我也经常出差 什么出差很苦很累 如果说发的都是什么 六鸟啊 什么都是六鸟啊 就是比较享受生活 你也享受生活 发表一下 你想要生活的一些经验过程 跟他讲讲就可以 你们不会说我老有条网 哈哈 我就给你们讲出来 我臭不要脸 就你要 就你一定要是不是 就你那什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没有过 我私下很少聊天的 我真的 不信算了你们 你们都叫我老有条了 对不对 我要是不坐实老有条 那你们 你用你的心 借我的索 嘿嘿 回锅老有条 你过分不过分呢 果然是老有条 这电视剧里面 不都这样演的吗 那个小品 那个 玛丽 之前有个小品 不就是吗 你们没看过电视剧吗 老是讲我这 说我是老有条 怎么做都不对 我是老有条 你是什么 你是不是沉浸了呀 你 不是说见过以来 不许沉浸吗 你怎么背着我们的头都沉浸了 你要知道我们知道你沉浸的话 直接把你送去做实验 知道吗 把你开膛 就看看你是什么构造 你怎么沉浸了你 哈哈哈 些垫子哥夸我 你们选招给招点免费的观众送个新点赞哈 不要受小时候大 我受大胃破费了 这个一里人送颗星星点点赞就可以了 至少我敢说我敢讲痴症好了没 你闭嘴巴你 天天痴疮痴疮的 那痴疮又不长在你身上 那走路那个茶口 那个外八的又不是你 你老是管人家有没有疮吗 又没长在你身上 对吧 走路也 你也不是你外八 我外八还不行 你管这么宽 这几条狗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 这几条狗 你看一条过去了还有两条 这怎么一模一样 你看哈哈哈跟双胞胎一样又一样 待会儿还有一只 哈哈哈 还有一只 老玩吃吗 你们老这样去说 老是讲这些话干什么嘞 我都搞不懂了一天天 没事弄弄完了 老是讲这样的话 老是讲这样的话干什么 我刚刚那个那个大叔跟我打招呼 说实话 要是我正常警官员我说 我说大爷我刚从犯完事 刚从浩子面出来 我会这样去讲 但是我怕你们又说我是老油条 我又不敢讲 对不对 你看陌生人突然间给你打招呼 你能你要防备好啊 我这样做啊 也是你们说老油条 你们现在说的 我都不敢自由发挥 我都不敢发挥了 强子你又给点大病像一样 什么齿啊 强子我其实有时候挺烦你的 说实话 你每次你不好做直播 你不好做直播 你非要等到我快下播的时候 专门开直播 给我打两场PK再下 你好好做直播吗 每天开开直播啊 什么鬼的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一天天有吵什么架 我吵什么架了 这个叫六哥的 我说话就大声一点就吵架 难道你说话是这样吗 谢谢 你见你丈母娘的时候 你也这样 谢谢 丈母娘好 你好啊 你这样吗 啊 我说啊 我我没有什么教养 你说 你说我 怎样怎样的 没有修养 数字差 啊 你数字好 我生意怎么样 那你去不见你丈母娘 跟你们同学吃饭 你是不是这样 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是这样吗 你单是吧 你可快打住吧 一个男孩子 还没有我有阳刚之气 都无语了 我说话你们看我也没有骂人啊 只是嗓音大一点就不行啊 难道直播还要病痒痒吗 还说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我脸上再涂白一点 是不是 马上第二天 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呀 说话大声一点也不行 小声一点也不行 大声一点 说我这那那这的 那你我不像你 我不像你说话 啊 你可快打住吧 你赶紧去村里面 溜大一圈 让你村里面都看看 你多好看 哈哈 哈哈 我都无语了 哈哈哈哈 觉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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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很好玩 有时候觉得 可也好玩 哈哈 你老是说我这说我呢 小赵我几个小孩 我没有小孩啊 你可快打住吧 你 有时候 咬我的手 借我的手 敬开我的心 我写我 好 强子你能不能不要在我这边说话了 我很烦你 至少三个小孩叫李哥 你赶紧打住吧 我怎么有小孩了吗 我有小孩 我还 那早就曝光了 对不对 老是没有小孩的事情 老是这样去说 我今年快22岁了 我今年快22岁了 我没有怎么上过学 我没有怎么上过学 我初中毕业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 你们在我这边怎么老是讲这样的话吗 老是这样去嘲笑我 我跟你们哪里长得不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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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多长了一个尾巴 我还是多长了一个耳朵 还多长了一脚了 都一模一样 你们怎么老是去嘲笑我呢 就故意就是这样去嘲笑我 那大老头子跳个舞 妈呀 谢我切片歌 怎么给我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的baby 我的宝贝 我又来一个宝贝 又来一个宝贝 怎么给我宝儿宝贝点点关注 谢谢我的baby 我的宝贝 我的妈呀 只不见两千多人看着你展示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威猛啊 你怎么这么有魅力啊 我的宝贝 我的老宝贝 我的妈呀 两千多人看着老头 看着老头撩妹 看看你 什么感受 咱们给我绑衣点点关注 绑衣家人哥哥 是你小主吗 长得好好看 咱们给我绑衣点点关注 千变佛陀哥的粉丝 长得还快 很快呀 上两天见你还是几百 你老宝贝来 真是南京的老宝贝 上次是个宝是北京的 谢谢隔壁三哥 你们想着我给招 我的妈呀 这老头一来怎么马上快三千人了 我的天爷呀 南京点换个叫大爷 我就叫宝贝 你们都已经说我了 为什么不叫宝贝 我还不仅叫宝贝 我私底下我还叫小心肝 我私底下我叫小心肝 我还这样说 我还大爷 嗯 哈哈 妈呀 耶 啊 我的妈呀 我的妈指编两千多人啊 是真人啊 看着宝贝去撩美 我的妈呀 啊 问问宝贝大爷有 有还有没有 有谈美 不知道啊 是光头 宝贝是光头 悄悄跟你们说 宝贝是光头 你看他作品 是个大光头呀 我要去找你 我要去南京找他的话 我跳舞不会 你让我给你插个头 我给你能插的正量 因为我从小我就拖地啊 我以后插玻璃啊什么之类的 都是把你那个头 打蜡打点蜡 插的跟大鸭蛋 大鹅蛋一样就很亮 背后说大野花花 我是光明正大的说嘛 我是光明正大的讲的 老头娶你 你愿意嫁给他吗 我要看他能活多大 太大的话 他是 太大的话 我会在我身边都耗五十岁了 你说我五十岁了 我成归成土归土了 我也知道我治天命了 我还要这么多钱 对不对 我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用吗 我的妈呀 今天谁是我的绑衣 我把我这件衣服送给他 今天谁是我的绑衣 我把我这件衣服送给他 绑二 如果说你今天是我的绑衣的话 我今天把我这件短衣送给你 用你的手 我说了 我说了 谁是我的绑衣 我把我的衣服送给他 肉还美好 流口水 谢谢家人哥 喜欢抓抓给抓 点个免费的关注 还送个新点赞 不要受小的大力度 对 谢谢三哥 三哥你送我好多颗星星 我看见你了 谢谢你 谢谢你送我的星星 这事 要不要回去送你 哦不用了解 我现在还在直播呢 你不冷啊 我不冷 没事 我不冷 好的 注意安全哦 嗯 这么漂亮的你还在这里 你听见没有 姐姐说我漂亮 你们都没有眼光 我说实话 北京大爷来了吗 来了 睡午休了 我休了 又来哄我的老宝贝了 那可不咋的 老宝贝是我的财神爷 谁啊我的宝贝 今天谁是我的宝贝 我把我的那什么送给他 这个宝贝老头不是很喜欢我 不是很喜欢我吧 要不然 他怎么不怎么讲话 也不冲啊 北京大爷猛 宝贝大爷我的天也猛 我的马也太猛了 你们不要这样说 我北京大爷猛 我南我南京大爷就不猛了吗 这不又一个又来了吗 我的妈呀 你要是我绑一的话 大爷 我就把我的汉茶送给你 谢谢战哥 你们不要说嫌弃这个老头 又捧那个老头了 在我心里都是baby 都是宝贝 哈哈 都是宝贝 知道吗 你们怎么老是说这样的话 宝尔宝尔跟跟北京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你们喜欢招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 还送个新点赞 不要说小到大 我说大流也破费了 叫我靓仔 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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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亮才 屌毛 很火 最近玩 哇 谢我战哥 战哥是你吗 战哥 你怎么说我 怎么说我谢谢气球了 战哥呀 你是哪里人 谢谢我的小baby 谢谢我小宝贝 你们也喜欢招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送个新点赞 赞 这个叫老郭的什么送内内 你怎么这么过分的你 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呢 什么卖尊严 卖尊年换钱 这个你看你年龄 有没有大姐 你有没有50让 啊 有没有50啊 难道你这样说话 你怎么这么过分的你 谢谢我千变哥 那明星 那有些演员 那有些人扮乞丐 拍一部电视剧 有些人 对不对 扮乞丐又是扮演疯子 那样也是卖尊严吗 你怎么说话呢 你 对不对 那大爷给我刷流 我这样我大爷开心了 我叫一声包 baby 你你你的话 那大爷给你给你一万块钱 说不定 叫你生老包币 你说 你更愿意呢你还说我 你可打住吧你快一点 知道吧 老是讲这样的话 你告诉我我又不投不抢 什么叫有尊严 什么是没尊严 我做什么 你们也都看见了呀 对不对 我怎么套路大爷的 你们也都看见了 我说给大爷怎么下药的 你们也看见了吧 我这个卖尊严 但私底下 我有一本正宁呢 私底下的又不一定是好的 老是讲这样的话 难道你就你敢发誓 你又没有勾引过老头吗你 实话吗 哎我话说的可能比较糙 你敢发誓 你又没有 你没有勾引过老头 你没有勾引过其他人吗 你发誓 你发个誓 我就相信你 老是讲这样的 我都不许了 管你快发誓 大姐你 不是你 不是你 是刚才那个叫什么 这实话吗 这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很多段感情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村头那想好谁跟谁 那不很多都明摆上面了 这谁都知道的 说实话 这不很正现在对不对 谁敢保证那什么呀 你就没有喜欢过其他人吗 我都说实话 最近你们老是说 那对门对门相亲的好上的很多的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说这说那 我说实话 但现在人都不敢说 我都说实话 你们发现没 他跟他好上了 他跟 嗯 就这样 老是说我 你还 你有没有给你对门上 好个 没有 没有 不要这样说了 我 不要这样说了 我不这样说了 我一说话嘴快 什么就这样了 你们不要这样去说我了 我的妈呀 感谢我宝衣 我前面哥 你给我刷到宝衣了 我都想把我的汉茶子优给你 这个汉茶子经历了 这个汉茶经历我直播 什么人气高 人气低的时候 他都在 我想把我的好运转给你 知道真的 这不很正常吗 这 现在 你看电视剧里面演的吗 这不很正常吗 再听听 邻居员上 我下次不说话 我说太直接了 就没有人喜欢我了 说太直接 就没有大哥喜欢我了 我说太直接了 但是我老是控制不住嘴 我老是说一些什么话都讲 不能再说了 再怎么过分 你们怎么怎么过分呢 你们都 现在打包给我 你的贴身衣服 我的妈呀 这个老头 比是北京老头 有点狂野呀 北京老头 私底下话很少的 这个绑一 这个老头 南京老头 说要我的贴身衣物 哎哟 你不要这个样子了 你这个样子 我害羞吗 你要这样 对 你要这样 那话少的话 那个北京大爷 你就不能这样 你这 这个的话 是风流倜傥型的 你就要 哎哟 不要这个样子吗 哎哟 你再给我戴两个头套吧 不要吗 你怎么这样呀 哦 害羞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南京老头比较 南京老头不含蓄 北京老头比较含蓄 南京老头 南京老头是比较风流倜傥型的 像伟小宝一样 很风流倜傥的 北京老头是专门我一个 不一样 就要树叶有专攻 那宝一的话就风流倜傥 你这样 不要吗宝贝baby 你要这样子说 是吧宝贝 你不要再给我送礼物了 你送的我都害凶了吗 不要送了吗 你再给我送的话 就忍不住 把我的短袖给你了 真的 你一直给我送的话 都忍不住了 把短袖给你了 一般人生活中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这么点事情吗 你们老这样去说 你太过分了 我脚踏两只船 是光明正大的竞争啊 那谁竞争过的谁 我就考虑跟谁在一起嘛 对不对 你们老这样去说 你不让他们俩打一架 他们就不知道我的珍贵呀 你不需要让他们俩打一架 才知道我的特别姓 知道吗 老是想这样 你几岁能说出这样的话题 那有些人表面不吭声 那私底下比谁玩的都慌 比谁都风流 对不对 你们老是看一面 难道就在表现现实中 就表现好一点 私底下怎么玩 我下次我也这样行不行 我下次我也不这样说了 我说我好矜持啊 私底下 我找这个 我找那个 我让小区保安也给我花钱 我让隔壁卖 卤肉的那个老头 杀猪的 我都让他们为我打架 这样行不行 我表面上我就装 我说 哎呀 不要这个样子 不能这个样子 私底下 我小区保安 那 杀猪的 卖卤肉的 我让他们三个老头去争我 就为我打架 妈呀 我的妈呀 怎么又给我送了 你再给我送 我就忍不住把我 把我这些短袖寄给你了 一身脏心的看着就烦 你看烦你还看我 对不对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你 那农民干活 那每天都脏兮兮的 又摸鸵要什么的 那你吃的粮食是谁整的吗 你怎么这个样子 大家快指责他 哥哥姐们 咱们快快来嘲笑他 把他进去进猪笼 把他给进猪笼去 这么过分 赶紧进猪笼吧你 你们老是这样去手 老是在那儿糊粒粒 我家种了十几亩地 我家种了十几亩地啊 春暖花开姐姐 咱俩姓名 你年龄上面是58岁 你说实话 你有没有 姐你说实话 你有没有 想 你有没有 勾勾其他老头 你说实话 说实话姐 春暖花开姐 你刚 你有没有啊你 咱们敞开天窗收敛话 你有还是没有 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下 你老是去手啊 那你有没有呀 你肯定有 你小心点 别被老公知道 我跟你说 你5858 经历48岁 经历多少人啊 对不对 我的妈呀 你万一 对不对 我太直白了 有没有啊 有 有吗 他不敢说话 不敢说话 就有 这有什么呀 你说说 你憋在心里面 你憋在心里面 也不舒服啊 你又不敢跟老公说 也不敢跟亲戚朋友说 你在直播间里说说 说出来 释放一下压力 这多好啊 自己憋这么多的话 你们说嘛 你们有没有 今天贴着衣服寄给我 不用洗 有吊带衫最好 我的妈呀 你这个老头 你比北京老头疯狂啊 北京老头 你这个老头有点狂野啊 你要我这些衣服干什么呀 你拿去纹味还是什么呀 臭红红的 我的妈呀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 哎呦 不要这个样子嘛 你在这样子 你给我刷流 我都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流啊 你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呦 你怎么这样的吗 你 这个老头比北京老头 说话很那什么 他说话比较直接 要么就是宝贝 什么亲一个摸摸哒 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 哎呦 我好害羞啊 你不要这样 哈哈 人不来 先来一件衣服也好 春暖花开结 不说话了 他 他不说话了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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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们不要说这么直接了 你们说了 我都不想 哈哈 把大姐问的 都不好意思了 刚刚还黑我 现在 他都不说话了 哈哈 哈哈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嘛 我要下坡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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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不来 先来件衣服也好 我的妈呀 只不见了2800人 看着榜衣展示 我的天爷 你老是让我去 衣服给你寄过去 我皮笑肉不笑 难道我笑 把嘴巴连到耳后盖 我这样才叫笑吗 我的天哪 这边皮笑肉不笑 就你会看 就你有透视眼 老是这样去讲 我不跟你们讲话 哎呦 我说话太那什么了 是不是疯疯癫癫癫的 我吓得我也不这样讲了 我也含蓄一点 我也 你们这样老说我 就老是嘲笑我 我也不这样讲了 衣服哪件最贴身 邮寄给我 那你帮我打把PK吧 邦逸 那你帮我打把PK吧 我的妈呀 要我最贴身的 我的天哪 你这让我怎么说呢 你哇你好那什么呀 你我的妈呀 你好狂野哦 哎不敢找别人 都被别人摩擦 打PK都被别人摩擦 哎找个编歌的吧 你们老是说 我跟绑一大哥这样说 那大爷 他说要什么贴身衣物 聊天不打PK好 我一想打PK 对不对 他说要什么贴身衣物 他都这样说了 那我 说句这话又怎么样了吗 这话大爷都说 那我说把打PK怎么样吗 对不对 我的妈这音浪太高的 我都我都不敢找呀 这 管管小号 大圣哥 这是个猴子吗 这 都没有合适的 我喜欢找丑丑比较丑的男人 男的去打PK 我的妈呀 这我不喜欢找小鲜肉打PK 我的妈呀 对不对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那绑一大哥都说了 都说那个什么 那那那什么优给他 什么鬼的 这样调戏我 那我就不能说了吗 我就不能说 其他的了吧 打PK 打PK你老是被 妈妈也赢不了 那这个ako 这有 来 小巨人哎这个吧 妈呀 老王头你来了 我的妈呀 你好姐姐不好意思啊 你好我刚刚我我现在我带我家里去看惩罚呢人家惩罚要做了好吗点个关注吧下次再玩pk吧好吧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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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感谢你啊回谢谢啊我我关注你了姐你什么时候做完惩罚啊我在想找你玩啊可以可以等一下好吗那我等你哈 我等下我我连你你不要下不见不散 好吧 哈哈终于找到一个 他叫我姐呀我有这么大吗 我的绑一baby我绑一宝贝我的北京了baby 我绑一宝贝 打一把欢迎我脖子哥 欢迎我隔壁 王老头 你咋不午休吗你怎么不午休啊我快打pk你怎么不休息啊 小姑娘看老头就开心 哈哈哈 人家只不见圣山老头那你们不喜欢我那老头 缝补贝就咋了吗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绑一绑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 我北京王大爷是我的王者是我的王 不一样 你不走了吗我要衣服你咋来干扰你说话太那什么了 南京哥你说要什么什么内什么鬼的我听完我都害羞啊 我十几岁了我二十二了快我快二十二岁了 我快二十二岁了 不要再只不见讲什么酷什么酷吃啊叉 不要讲这两字 一个小姑娘家天天讲这俩字 村长在我后面这个 海藻哥后面是河呀 那天天我老头为了约会天天天扮演水鬼子吗 在在河里面扑腾吗 怎么老是这样 我都无语了 为了约哥水会啊变成水鬼了 天天在天在河里面扑腾扑腾 你们怎么想的吗 哎春暖花开姐你还在不在你你给我刷个心情我就原谅你 你给我刷个心情我就原谅你我就不造谣你跟其他人相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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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哈哈 我要是他女儿的话我能把他给气 我能把他给气血压升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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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墙子你在我旨边的是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一直在我旨边扣什么扣什么 我真的很烦你一说墙子 你打PK你你好好你要想开直播 我也是从两个人播起来的呀墙子 你以为我是 我我直播间一开始就有几千人看我 不是不可能的 你每次都是我快下播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快下播 专门找我打一场PK 我下播的时候你也下播了 你老是 你这样是做不好的呀 你做一件事情你都没有恒心 专门看我跟我打一场PK 这怎么能行呢 对不对 这怎么能行吗 小赵要件贴身衣服 柳哥念想不正常吗 今天绑一绑二 一人一件贴身衣服 我的妈呀你都说这话了 对不对 你都说的这么语言上这么那啥 你说我不打把PK吗 你这么喜欢我 你这么喜欢我 又要我这衣服 要我要那衣服 我都说的话 我这么 我这么粗鲁的一个女孩 我都害羞了 明知起来大爷我快下播了 我播两个多小时了 我都快下播了 只不见还有两千多人 怎么这么不满足呢你 老是这样老是不满足 那我多少 对不对 老是这样去讲这种话 难道你 你 你有钱 你就每天 都有钱 你每天你的路都是很平坦的吗 我现在吃贵要趁着 因为你们骂我 你们黑我 说不定以后我就好了 你们现在没有人骂我 到以后的话 我就怀疑会不会 等到我老年时候 中年的时候就 我所以说现在发生灾难 最好在我年轻的时候赶紧发生 对不对 等到我老的时候就就顺畅了 不要再说什么送库 客户库叉叉这些话题了 怎么老是这样去讲 那个人做完惩罚怎么这么骂 他怎么这么骂你的 他怎么这么骂你的 等不了这么久啊 刚刚是个 是个小哥哥 你们老是说我这话 那之前北京大爷对不对 他只是说要追求我 说我向他情 向他情人花胆 这个刚刚那个老头怎么说的 刚刚那个老头要我这个衣服 要我贴身那个衣服 你们让我怎么说吗 老是讲这样的话题 谢谢美好哥 美好哥 你是不是之前也支持过我 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 谢谢你送的烟花给我 欢迎兔兔姐 你们也看了吗 对不对 那刚刚 那榜一大爷 北京大爷 我是跟他开玩笑什么之类 他追求我 但刚刚那个榜 那个南京的 那个头像 对不对 说什么 什么记这个 贴身啊 什么鬼 什么鬼的 我觉得有点油腻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我有什么说什么 谢谢三哥 我也没有说 哎呀 你好讨厌 我跟你忧啊 我不会这样的 我不会拐弯吗 对不对 你们也看见了 刚一直跟我说 我都不会拐弯的 我再 我是个女孩 我很害羞的 说那种话 寄过去 有什么好记的吗 就闻闻味吗 还什么 我不会的 你老是这样去说 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 一个是光头 一个是北京的 不是同一个 怎么这么慢 这个小剧 哎呀 可以吗 好 哎 哎没 啊 呀 小美好高 我没开始打PK呢 啊 没打呢 上了不算 一会我要充脸呢 嘿 哈哈 你家有什么条件 赶紧上 现在可以上了啊 现在可以上了 等条件谈好的时候 上了 不算了 不玩点什么呢 啊什么呀 你在山上 你给我们玩啥 你输了爬树啊 后面那个树 能爬上去吗 会被封号的 那就别爬了 那你输了 给我们跳个舞吧 我没开头跳舞频道 不能跳的 那你能 你能干啥 我输了 我输了的话 我来啥 你先说吧 你输的话 嗯 你编歌吧 编我编我绑上的绑衣 我输的话 我给你做啊 嗯 做什么 我把我这块肉 给你邮寄过去吧 哈哈 啥肉啊 我看看 猪肉啊 啊 啊 猪肉啊 那好像都是猪皮 没有瘦肉啊 哎呀 等下你被你都被你玩脏 玩坏了不 哈哈哈 还擦肩就可以 那输了给你做深蹲吧 是吧 那好吧 啊 你要输了你就带个特效做 30个深蹲 我要输了 我给你倒立走走走三圈 嗯 再给你编一段歌 怎么 呃 只编歌就可以了 要不对等了 啊 那行 那我就我输了编歌 你说了你就带特效做深蹲啊 就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连你吧 五分钟 你连我吧 可以 等一下 妹妹我们打个三项吧 打个点赞加上中榜再加上尾数好不好 点赞 点赞的话再加个总榜 再加个尾数 再加个尾数 三局两胜是不是啊 这样点到 对打打三个 赢两个算赢 我不知道我直播间有没有人支持我 那这样你现在点赞是多少 你现在点赞是多少 我现在是48万赞 我的妈呀我才十多少万 你48万点赞 我是 我才21万点赞 我都我剥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剥了两个小时的 好 你没经常叫站 没事 没关系啊 我们打三项呢 是吧 我们家点赞点那么久了 你要知道是不是 中榜再加点赞 中榜点赞加尾数 尾数 尾数 尾数是什么 尾数就是后面那个一个数字 看谁的数字大谁就赢了 尾数看天意 你不用去顾顾虑 我现在21万点赞 谁点多 咱们计时是不是 你现在45我现在是21 对 我现在49 我们现在开始吧 现在就开始吧 我49万 啊 你们那边也够了 我的妈 这比点赞 谁的点赞多 刚刚他是45万 我现在是多少 我现在是21万 有没有大哥大姐跟小赞 有没有人支持我 说这么多大实话 还有有人支持我吗 你们要想 我一下子我也不敢说大实话了 我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现在点赞是多少了 有没有大哥大姐给我顶把 现在22万点赞 点赞是21万现在 现在是21万 有没有大哥大姐给小赞点一把点赞的 有没有 现在比点赞 比中方 比雪条 最后一位谁的大小 感谢我美好哥 感谢我美好哥 感谢我高低哥 怎么比点赞 有没有哥姐妹 动用你们发财的小小 现在比的是点赞 如果说我的票少的话就输了 帮找到点点赞好不好 一点个十下赞 能不能选到一把的 感谢我美好哥 虽然说我以前说话和那什么 我说话就太直接了 你们要不喜欢我 现在我也不说这么直接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上过什么大学 感谢谢哥 感谢我美好哥 现在跌的三十万 妈呀 直接涨了 三十几二十一等于多少 二十一二十二三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我天呐已经9万 已经9万了 已经9万了 有没有大哥大姐这个小小点一把点赞的 我的家 哈哈 这太 我的妈 这太猛了吧 感谢我读书哥 感谢我如意哥 给我点三百个 谢谢你们 有没有大哥大姐这个小小点一把的 感谢我谢哥 感谢我谢哥 感谢服务此人哥送我谢姨感谢姨哥 咱们有小新鸣哥姐们 真的送我小新鸣 我的妈呀 三十七万了 怎么这么有效啊 我的天呐 我的妈呀 有没有大哥大姐这边在那走一波 再往前冲一波的哥姐们 已经38万了 已经38万了 感谢服务 咱们有没有小新鸣 只需要一颗小新鸣哥姐们 不管是收鸣 只要你们给小赵送信心 一直就这边 也是很多人喜欢支持小赵的 点了一千多 感谢杨春哥 感谢我每个好大哥们 只需要一颗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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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点赞再给露一露 使不见了哥姐们 一人点个十下赞 现在已经42万了 能够突破个五十万先 欢迎我孤独哥 孤独哥你来了 孤独哥是你吗 孤独哥我刚被别人欺负了 我的天呐 感谢我老王头 谢我老王头 谢我老王头 我的妈感谢我爸爸哥 谢我爸爸哥 谢我爸爸哥 谢我大哥 咱们给我保一点点关注 咱们暴击十颗一人送一颗新鸣 咱们把加成给拿拿 哥姐们一人一颗新鸣 对面也上了 对面也上了 我想看咱们之间的凝聚力 我知道我想知道小赵说实话 也是一种错吗 难道你们真的不喜欢我吗 咱们一人一颗新鸣 把加成给拿拿哥姐们 帮招再点赞 已经49万了 还有两份半的时间 能不能突破 49万 50万 能不能突破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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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姐们直播间 2900个人 有没有哥哥姐们给小赵点点赞 这把比的是点赞 对面也上了票了 对面也上了 咱们点点赞 对一人送一颗新鸣 咱们把加成给拿一拿 用奋斗 去征服 踏平天地间的愤怒 停在黑风 在后不得了 怎么点的赞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有没有大哥大姐咱们忠忠一下 有没有大哥大姐给小赵不一条路出来的 我天哪点赞已经55万了 我天哪点赞已经55万了 帮招招再冲一冲哥姐吧 我前面哥 你能不能帮小赵一把 我前面不够 我反而老头 baby 57万了 改修美好哥 修美好哥 我的妈呀 是地面 改修美好哥 美好哥是你吗 美好哥 改修美好哥 大哥是你吗 还有一分钟 咱们再点点赞 咱们再点点赞 绑二千 总绑加上 总绑加上最后一个尾数 再加上点赞 还有最后四十秒 我绑二千面哥 你能不能帮小赞一把 去地面点了一千赞 我打你 这么过分 fearful 那个 想要什么 你 你 acht 是 谢谢我榜一 我现在点的是多少 点的是多少 感谢我榜一感谢我美好哥 感谢我孤独哥 谢谢给小赵上票每个哥姐们 谢谢你们 让实弹的打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啊 现在我的哥姐们 胜败冰家尝试 咱们家已经团结了啊 横给力了 谢谢我玫瑰姐的 感谢追求梦想 持续发展 谢谢我哥 谢谢用户645姐的 感谢阿修姐的 谢谢52795哥 感谢夏末山哥 谢谢春梅姐的 谢谢151感谢开演就好 谢谢肖姐感谢龙哥 所有的哥哥姐的家人们辛苦了 25272 10 我的点赞是 我7万 我去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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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偷塔确实打的挺准的啊 第一没有打到地上 第二他打完我们就没有时间了 到点了 还有你吗 哈哈哈 我的点赞是7万 刚刚是21万 不也不也就只打了3万多票吗 是不是 是不是没关系了 咱们输了就输了 你关键是你先超过 这些小黑粉不要不要拉黑糖 让他们没事在咱们直播间看的 看看有一天我们赢了之后 看看他们的话 说出来的话 还算不算话 打不打自己的脸 你这一个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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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咱个破一大嘴 哈哈哈哈 听我说 啊 啊 什么叫什么叫我才打了3万票而已 你家就很牛吗 是你家人呆着带节奏 说永远打不赢你啊 你家有说你家有那个守护老头大哥 会上什么上上华的收他 你说每次啊 谁都有赢的时候 有输的时候不就行了 什么就只打3万票 你家不才打了一点点吗 你家也不是那样 我说 你在 我说 我说这这两个你家这两个粉丝 我说你在这看的 对不对 谁都有赢的时候 谁都输的时候 这把你家对面不也只打了3万多票吗 是赢了 我们输了 但是你没事你过来看 我们又有赢的时候 我说的话没毛病啊 你可以有赢的时候啊 什么才打3万多票 我输了 我说了 你打出来的吗 我说了有赢有输的时候 但是你没听见 你没听见 是你家的粉丝在这带节奏 说我永远都赢不了 那你做惩罚吧 啊 你家你家的粉丝要不再带节奏的话 我就不会输了 他一直在这里边说 你永远都赢不了 好你饿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带快挂着你的灯牌 你给我绑一吧 隔壁 隔壁 北京王老 我 编一段我们俩的鸳鸯 什么细水不太 编一段什么牛郎之女 牛郎之女的爱情故事 说我小赵跟绑一啊 怎样 啊就是 原啊什么鬼 好 我就跟你我跟你说啊就是 我就跟你说有的粉丝真的是 就是打赢了输了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在这 你在有 你有你有你有 你要有实力的话 你就应该上 自己的主播家就给他 哪怕你上个小爱情也行 你没有必要上别人家去 你打不赢他打不赢 打赢和输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玩游戏输赢都很正常 你说你在这叭叭叭说个不停 你是不是很烦人 你带着灯牌 你说你会给 让你会让你喜欢的主播家 会感觉说你这个人 你是吧 你支持别人 你没有一点的数字和排面 怎么是做 怎么是做主播的对不对 不可能每个人说着说那了 咱们说的话 咱们就可以反驳 对不对 都有什么样的都有嘛 你说一次两次就行了吧 他一直在里边飘飘平的说呀 不停 我是让我家管理说 谁也不拉黑 谁也变那个禁言 所以他就得伤了 一直说个不停 确实也是如此 我跟 对我跟谁玩 但是我跟谁玩都没有关系 大家 对不对 也确实是如此嘛 不对 不对 我跟你讲妹们 你要跟家人们聊一下 这样的话真的是 会对你有影响 会让别人感觉就是 怎么 他不带灯牌还好 带灯牌的 这样说 确实会让你感觉 你说话是捆帮我 你知道吗 你这样说话是带 捆帮是不捆帮我 他们带灯牌 你们也知道的 对吧 咱们主要 咱们 我们家 我们家的粉丝 不管我跟谁打PK 不管对方输了好 赢得好 我们千万记住 不要去对方去输人家 输了就输了 赢了就赢了 没有关系 你人家本来都输了 是不是 你还在那边就输了一个 说那个的 是不是很 会让人感觉很烦的人 所以咱们家哥你们 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说啊 是不是 本来玩的挺开心的 完了你们都一直说说说说不停 我说什么 嗯 嗯 PK那连评玩游戏 是增加彼此的优异 不管那输赢的结局 有请我们放递 这首歌 是增加彼此的优异 你的声音 是增加彼此的优异 每天都开始 能够拿相视在刀眼里 缘分拿彼此要珍惜 能够拿相视在刀眼里 缘分拿彼此要珍惜 跟那美女缘分来历 就好比牛郎和侄女 经常能够见面约会期 对面那能够守护你 说明你是有福气 缘分来临彼此就会珍惜 我要把祝福收恩给你 希望你一直过路上日夕月意 家里永远有大哥来宠着你 愿你直播千里永远有人欺 愿你直播路上顺利 咱家的哥哥姐姐不要 到对面去说一些那别的话语 输赢那我们把惩罚做起 其实都没有啥关系 有机会咱们再玩吧 拜拜 好嘞 这主播这怎么说呢 那带着灯袍去说 说这不很正常的吗 输赢什么都很正常的 对不对 什么也永远赢不 什么也赢不了 那别人就说你永远赢不了 难道你就永远赢不了了吗 对不对 那别人说你啥也不是 你就啥也不是了吗 这不很正常一句话吗 对不对 带什么带着我的灯袍去说 对我什么不好 你这不是绑架我吗 你 对不对 你是绑架我 你说完之后还不过瘾 还唱一段 还唱一段 我都无语了 对不对 不连了 对不对 你越不是让对面不过来 有时候对面就越过去 就越过来 不跟他说 我虽然说有时候也是说人 但是你们说的是什么呀 你们说什么老头 什么油条 什么鬼的 你们有是每次说我 你们每次说我什么 我说我下次不代表 下次赢不了吗 我就这样去说 什么他说话 有点我有点不满意 什么才打了三万票啊 不就才打了三万分吗 你可以去说他们 说你不可以这样去说我 说我整个天我会赢的 这样不就行吗 你说对面不也才打了三万分吗 什么叫才三万分啊 你寄哪件衣服给我 不寄给你 你让我怎么说吗 你要你大哥呀 你跟我你跟南宁 不对 你跟北京老头不一样 你要我的什么啊 你一个小姑娘家家 你让我怎么说吗 我不会寄给你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脸皮在后 跟他们开玩笑什么的 但是我这个我真的害羞啊 你老是 你老是说 让我寄你这寄你那 这真的是 你还一直刷屏说 我不寄给你 支持我打PK 他不帮我打PK 还要我衣服 你前面不是答应了吗 我说寄 我说是这个短袖 短袖 你说什么贴身内内 你让直播间里的人 看一下有没有 你问什么是贴身内内 什么鬼的 你让我怎么说吗 难不成我说啊 我要啊 我要把它寄给你 怎么可能 我脸皮在后 我都害羞了 你问了我都害羞了 我该怎么说吗 我说的是短袖 是短袖 你有没有说你说要 什么 叫我给你寄什么贴身内内 我怎么可能吗 四两说我就不 我就在直播间里说 大哥说什么话 我就要在直播间里说 我就是吆喝吆喝 我就要吆喝吆喝 咱们给我前跑三点点关注哈 我要下播了 谢谢美好哥 美好哥 你怎么支持我呀 我没大PK呀 谢谢你 咱们给我前跑三点点关注哈 我要下播了 咱们给榜上各位节目点点关注 喜欢小赵 一个小赵点免费的 我吓得说也不这么那什么了 我老是什么话都说 我下播了 帮招招点点关注啊 送个新点赞啊 要不然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不打了不打了 打也打不过 这个小巨人 哎你们想不想让我找刚刚那个 那个小巨人啊 就是秀珍哥哥 他刚刚找我 但是等了好久 他都没有连过来 我又我又重新连了一把 我再看着他是干什么 真凶又晚上了那不找他了 不打了 我下播了 咱们给我绑上哥 点点关注哈 哎呦不要系什么东西了吗 什么系什么毛 什么鬼的 你们怎么这样子说吗 越说越过分了 我家啊我我我寄去就是真的了啊 我给我寄上去 你不怎么老这样的 老王坏尿不失去了 明哥 你怎么这样讲呢 你过分不 我在下播了给我点点关注